欢迎来到三爷奶奶频道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五个世界上最矮的人类 路西亚查瑞特 路西亚于1864年出生于墨西哥 17岁时便进入金氏世界纪律 成为有史以来最轻的人 当时体重为2.1公斤 他是第一位小头基辛骨发育不良 原始诸如症第二型患者 根据报道 路西亚在一岁之后身高便不再发展 因为即便所造成的骨骼异常 他的身高只有61公分 作为被展示的一部分 路西亚在他短暂的生命中获得了一些名气 当时美国华盛顿邮报称呼路西亚为 勤奥的墨西哥诸如 当他短暂的名声在1890年 因为一场灾难性的风暴 超过12列火车被困在大雪之中 他始于寒冷的气污 他才26岁 4.朱利·巴拉雯 巴拉雯是埃瑞宾公民 出生于1993年 是目前能按存活的世界最矮小记录保持人 据报道 巴拉雯在两岁时停止了成长 如意膝盖软弱 他需要一些帮助才能站直 但即便巴拉雯有行动不变的问题 但他能难可以通过执行喂养鸡的家务 来帮助他的家人 3.宝林慕斯特斯 宝林出生于荷兰奥森德雷赫特 是今世世界记录认证最哀想的女性 其身高只有58公分 宝林在很小的时候便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随着他表演质量的提高 最终以娴熟的杂技而闻名 他在舞台上穿着非常优雅的礼服 本满称他为宝林公主 宝林在比利时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巡回演出 直到他在20岁生日的前不久 因为感染的被眼和脑膜炎在纽约病过 2.古尔穆罕默德 古尔穆罕默德是印度公民 于1957年出生于新德里 1990被列入今世世界纪录 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爱的人 作为一名住在印度的平民 古尔穆罕默德曾经试图经营路边的糖果和饼干糖味 但由于他的体型小而经常遭到抢劫 他的生活困苦 经由一些朋友和慈善组织的帮助下 才得以幸存下来 据说古尔穆罕默德沉迷于大量吸烟 他患有止气管和消喘后 严重的阴影让他的疾病变得更糟糕 最终死于呼吸系统病发症 1.赞德拉巴哈杜尔丹琪 丹琪出生于1939年 居住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尼泊罕村庄 因为患有原基型猪牛症 他的成年身高只有54.6公分 是金氏世界纪录中最矮的人 在2012年以前 丹琪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村庄 直到一个木材承包商 在他的村庄发现他 承包商向金氏世界纪录推荐了丹琪的身高 并引来当地媒体关注 当其最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南太平洋群回演出 2015年 他与图帕布鲁诺的魔术马戏团 一起旅行时感染的肺炎 不久后并故 但他的窃取的食音并未被投入 谢谢您的收看本集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关我按赞加分享 订阅频道我们将持续更新 我们下回见拜拜